之前的这个视频一出 很多小伙伴都给我留言 问关于哈苏相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我以为我不会回答这样容易丢饭碗的话题 但是大家问到了 刚好我自己确实也有一些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说呢 哈苏相机是我几次放入 不敢说购物车 购物车放不了 好几次放入我的这个wish list 也就是收藏家 但是后来又删掉的 这么一个东西 首先没有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就是非常赤裸裸的 就是太贵了 如果用它和富士去比的话 那它的价格可能会超出 富士至少三分之一 甚至差不多得有三分之一 价格我觉得也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一个阻止大家去购买哈苏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那么除了价格之外 富士和哈苏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第一个镜头组 富士拥有大量的变焦镜头 而哈苏才刚刚开始推出 至今只有两个变焦镜头的吧 一个是中间焦段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使用的这个超光角的变焦 长焦基本上它就是没有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对于富士来讲 可以选择的这个焦段要更多一点 特别是长焦镜头 所以还是那一点我们在选择一个机身之前 一定要去考虑它有没有能够让我们用得上个镜头 这一点呢咱们不要去讨论转接这个问题 不是说转接不能用 但是我自己个人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之前我也只是尝试一下 但是大多数在选择的时候 无论是哪个画幅 我都会更倾向于购买它的原厂 原卡口的镜头 所以在不考虑转接的情况下 富士的镜头组确实比哈苏的选择要更多一点 但是哈苏在定焦镜头上 我认为它的选择和优势上要比富士更强一点 所以这个看大家选择了 如果是变焦镜头用得多 那么富士可能会更方便 那么定焦用得多的话 那么哈苏会更接近自己想要的这一点 变焦跟定焦这一点吧 我觉得还是看大家在拍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就是随便玩一玩 我觉得今天的我会更倾向于定焦 那今年我一共五个镜头 四个都是定焦 只有一个是变焦镜头 就只剩一个140了 这个年底到时11月之前 下个月吧 找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设备冻结 为什么这些定焦比较的深得我心现在 除了镜头群是一个选择的重点之外呢 相机的一个功能 我认为也是大家需要去考虑的 富士可以拍视频 当然这个哈苏它是完全没有视频功能的 这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无所谓吧 都是用相机来拍照片 但是我是觉得有视频功能 可能会对于一些商业摄影师来讲 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 因为本身中画图它就是很重了 那如果这个活我们是既要拍照片 也要拍视频 那么可能在中画图的这个同时 还要再带一套拍视频的设备 那可能这对于某些摄影师 在接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繁琐了 所以说功能越多 那么对于商业摄影师来讲 它的性价比可能就会要更高一点吧 那么对于个人摄影来讲 那可能同时既可以拍照片 可以拍视频 也是我们会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吧 毕竟现在视频逐渐的成为一个 整个摄影界的一个 有点要代替照片的这么一个地位吧 咱不能说它能够代替 只能说是大众的这个接受度 可能会对视频越来越友好 照片可能就会上升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层面了 之前有朋友还问过我 到底是应该买什么 还特地跑我家来看我这个富士中画服务 我都拿出来给它展示了一下 我推荐买哈苏 但是它非不听买一套富士 现在后悔了 所以这个哈苏相机 它比富士多了一个鉴赏功能 没事咱拿起来还能盘一盘 不拍的时候放那 它是个艺术品 你知道用好相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拿在手里吧 创作欲特别的强 因为拿这么好的一个设备 总是觉得自己必须要拍出 与众不同的照片才对得起这个相机的价值 所以在创作上其实也有点压力 在我之前做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压力蛮大的 因为不仅要给大家去分享这个相机的使用的操作的知识 还要去用它真真正正的去拍摄 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生怕对不起这个哈苏在我心目中的这个形象 所以我也是尽了力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大家也需要考虑一下 特别是就是您经常去的这地儿 是和别人一起拍照 不是说就自己呢 别人可能一看咱那照片 又拍的还不如手机呢 这可能就会有点受打击了 但事实上用它去拍的时候 这种创作欲我认为还是会很激励自己 去更认真的去拍摄 那我可能用别的相机的时候 拿起来就随便咔嚓几张 就跟手机似的 不能说完全不负责任吧 就是也不用太过脑子 但是每当拿起这台相机的时候 会更多的去思考这张照片 我该如何去处理它 让它更具有艺术性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 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使用哈苏的相机 说实话它的操作的简单程度 让我非常的吃惊 可以说我基本上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上手时间 就是原有的这些基础知识 这个相机拿起来就能用 因为在这个相机机身里 它可以设置调整的内容并不多 没有太多的功能可以让我去琢磨 应该设置什么参注啊之类的 所以在操作难易度上 它简直对新手太友好了 没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有的时候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 专注在拍摄本身上吧 特别是它也没有视频的功能 在菜单上就会变得非常的简洁 那么如果去对比输赤相机的操作界面 你会发现这个哈苏简直是太简单太简洁了 所以在上手难易度上 我认为哈苏非常的容易上手 无论是什么阶段的省时都可以拿起来立刻使用它 哈苏相机是不具备任何的照片调色风格的 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颜色就是哈苏色 无论拍什么 您这个照片出来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哈苏色 所以说如果对原色彩 或者说追求这个原色的这样的一个 不想做过多后期调色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话 那我觉得哈苏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甚至于可能您都不需要太会做后期 它确实直接出来的这个颜色都很漂亮 我觉得这照片就可以完全不用吼气 就这样直接拿去打印都很漂亮 这个就是完全自动的 我的白平衡也是自动的 然后光圈肉纤模式 我使用的这台是哈苏的X2D 也就是一亿像素的这台机身 它在长曝光的操作上让我非常的震惊 我太喜欢了 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像我们在使用其他相机的时候 在拍摄长曝光是需要调整不同的模式的 因为在AV模式下最长的快门只有30秒 那么需要调整这个快门的模式 有的是T模式 有的是需要设置一个时间 总之都是需要操作一些什么才能够实现的 而这台哈苏X2D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把滤镜放上去 然后就可以拍摄了 在使用复视相机的时候 我的经验是它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欠爆 也就是说整个的曝光会比较的偏暗 特别是在使用光圈融线模式 我们放上滤镜 然后相机自动去判断曝光的时候 它的曝光往往是会比较暗一点的 而哈苏的曝光会相对来讲要更准确一点 以上就是我在使用这台哈苏X2D的短期使用感受 那么对比我之前使用了两年的富士中划服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 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 当然我建议大家还是最好去实操一下这台机器 毕竟一个产品不会让所有人都喜欢 但是好的东西确实所有人都想拥有 得嘞 我真希望我这台相机永远都不需要还回去 感谢收看这期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咱们一起玩 咱们一起玩